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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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我是Emily 今天是我们的冷冻工校小学堂单元 那因为我们上次冰水机的内容讲到了 强调说就是控制流量的部分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谈的是 比较简单有效的一个控制流量的方法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系统中看到说 我们进水跟回水的管线 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在输送水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它是一个四层楼的建筑物 那通过两个pump来输送 经过冰水机到每一层楼的冷却盘管 再回流的一个示意图 我们可以从13.4A这张图看得出来说 我们传统的双管配置 也就是说只有进水跟回水管的这个系统 他是会依序先供给冰水到最接近机房的盘管 那出口连接也是 那我们四楼之后会直接返回到回水主要的这个管路 我们称这种系统为Direct Return System 那我们右边这张图可以看到说 这种是那种三管反向返回的这种系统 也就是说最靠近机房的这个盘管出口 我们之后会连接到反向再返回到主管线 那他的这个管路他会拉的最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投影片的话 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看图对照说我们这个压力的一个表格 那我们可以从第一层楼开始看 今天我们的S代表的就是说我们冰水机组这个工厂机房装 我们供水疾管上的这个水压 那R的部分的话则是指我们回水疾管上的水压 可以看到说这张图最远的线圈 他的返回主线的这个出口连接段以后 他回来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用最远端的这个回水疾管上的水压是R 那就是我们会我们先假设每一层楼高都是相同的H 那因为每一个部分每个管线在往上的时候 也都会有一个摩擦力 所以从一层到另一层主要输水管摩擦都会有下降 那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摩擦压降的部分是发生在水流方向上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楼的部分到一楼的这个水压的话 照理进水的部分应该就是我们的S 减掉我们楼高以后再减掉摩擦压差 所以是S-H-F 那他回水的这个部分的话则是我们R减掉H以后 我们会将我们原本扣掉的这个摩擦再加回来 因为他这个是跟水流方向相反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如果今天我们想了解就是每一层楼的进水跟回水的这个部分的压差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把他用S减掉R去看说他实际上的这个压差 那每一层楼的话也都会因为他的楼高而增加他的H以及F 所以实际上他的压差会是二楼的话会是S-R减掉4F 每一层楼他的压差会有蛮明显的差距 那因为刚刚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系统的话 因为每一个楼高都会影响到说他的压差会加距 所以说我们会有这种三管反向返回的这个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最靠近机房的这个盘管出口之后 就会连接到反向返回到主管线 那我们第一层楼的部分的话 他最靠近机房的这个部分 他实际上回水的这个管线会是最远的 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比如说一楼的这个进水的压力的话 就会是我们的S减掉他的楼高H 再减掉他的摩擦压差这个F的部分 那回水的部分的话 因为最主要他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因为他的回水方向水流方向跟他的摩擦的这个部分是相反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算他回水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是用R减掉H再减掉F 我们并不要把它加回来 所以说我们实际去看每一层楼的压差的话 我们用S减掉R的部分 我们每一层楼的压差道理都会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流量 在做冰水机的部分中流量控制 不过就是说像我们用于工业加工的一些冰水 或是说卤水在某一些我们工业制成部分的话 像是比如说轮胎制造或是说塑料挤出的这种部分 因为他过程中可能因为我们冰水流量会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某些阶段可能会完全切断流向这个制程设备的这些冰水 或说一些币路冷却的管道系统 会通过就是可能冰水机或单Pump循环水一起使用 发生这样类型的这些中断的时候 因为流经冰水机的水会大大的减少 甚至有可能会完全停止 会导致冰水机的水冻结 进而去损坏我们的冰水机 所以说像这种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连接具有自动旁路的这种装置 Bypass的部分 当我们冰水供应关闭的过程的话 我们这种旁路都可以去照顾到整个冰水的管路 还有冰水机组能够有足够的流量 但是如果没有提供这种布置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有两个独立的冷冻水管路 带有单独的Pump 一个是循环水的稳定流量 去流过这种称为主要的主Pump的冰水机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称之为就是辅助的Pump 用来处理我们管路的部分 那这两个管路都会通过一个水箱来做连接 这个水箱会有两个隔间 一个隔间是接收来自冰水机的冰水 那第二个隔间则是接收来自制成的这个温水 那我们主要的Pump 会让水从水箱的这个比较温暖的隔间 通过冰水机的循环 再回到就是比较冷的这个隔间 那我们这个辅助Pump 会将冷水从冷室循环再到处理设备 所以为了确保就是说通过我们冰水机的水 可以连续一些稳定的这个流速 而且弥补就是说通过Pump 跟阀门的这个压盖造成的水损失 我们会有个带油浮球异味控制的这个装置的补给线 连接到我们水箱的这个比较温暖的这个隔间 那像我们如果说就是主要Pump的话 它要专用于每一个冰水机的话 我们就像上方这个图所展示的这个模式 那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说管道来输送到每个极管的装置 那就像下方这个图 那像极管装置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因为任何一个Pump 都可以像任何一个冰水机提供水 通过这样的这种极管装置 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备用的Pump 那它可以就是用于任何一个冰水机 而主要的Pump的话就可以以恒定的速度来运行 确保说我们经过冰水机的水流量是稳定的 那像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基本上都会有以下几个元件来组成 就是说我们每个冰水机都要配有恒定流量的这个Pump跟单向阀 还有我们双通控制阀可以调节流经冷却盘管的冷水量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变流量的这个二次Pump 是可以对盘管来进行维修 而我们旁通阀就会以抑压的方式 来对这个主流量跟负流量做每个双向阀 调节通过这个盘管冷却水流量 来满足这个负载的时候 我们辅助Pump可以通过调节 来输送的冷却水量来做出响应 那根据这样子一次测跟二次测上的这些水流量 我们水可以根据需要在任何一个方向流经的管路 来平衡系统 那我们图13.7这种图的话 就是一种可变一次流量的这个系统 这种系统的话我们会使用变速Pump 也就是说我们流经每一个冰水机的像蒸发器 或是冷却盘管来改变流经整个系统的水量 那比较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流经冰水机的流量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就是说冰水机冻结不仅严重 而且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就损坏冰水机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必要就是说保持经过冰水机的一个最小流量 那这是通过在旁通管路上设置旁通控制法 还有流量机来实现的 那我们冰水机原理的部分就先到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提就是说 卤水的一个介绍以及它的一些应用 那也欢迎大家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才不会错过任何的内容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